走路屏風 帶您走向人生的高峰 感謝您再次收看盡責解盤 今天開宗民意 一開始我就要直直你的心 一開始我就開宗民意的 把標題跟各位報告說 今天我做了一年的分析師 其實我做了13年 我是說從去年到現在 這一整年當中 我第一次要給你請客 我第一次要給你大拜拜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今天要請客呢 答案你應該非常清楚吧 台北股市今天可以說是創下非常低 只有617億 甚至你感覺有些窒息的窒息量 我相信很多朋友到目前為止 什麼叫做窒息量 什麼叫做新低量還在爭論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這個行情裡面 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甚至所有的分析師裡面 真正認識窒息量三個字 怎麼去看的 或許只有黃敬哲分析師 因為我沒有聽到其他分析師 下定義下的比我更清楚 而窒息量的定義 在我們家族的教學周刊裡面 早就已經定義得非常清楚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來報告 如果你定義得夠清楚的話 你會確定今天是窒息量 而這個窒息量啊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大請客 甚至我要這麼跟各位講 有的時候各位要去想到 這個市場上面需要有人來帶動啊 甚至呢 我必須開中明義的告訴大家 我一定有相當的把握 第一個我不是市場上面 很普通的分析師吧 你可以再看很多大的節目 很多大的秀 甚至前年的時候 在高雄有一場超過6000人 由電視台主辦的演講 那是由我主講的 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應該知道吧 但是全市場上面 這近幾年來最大的 第二個各位看一下 我近一年當中 你幫我回憶啊 我好像沒有說要跟各位分享過 很多很多的資料吧 因為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盡可能讓願意的人來閱讀 盡可能讓了解的人來閱讀 我想在這個節目當中 也不會像很多 連我自己都看不下去的節目 好像每天都在大學 每天在上標誌 那沒有意義啊 但是今天我特別要 跟各位說一件事 來注意 今天我要大請客 包含了 這幾天當中 有很多人問我 非常多重要的 生計尊榮的問題 包含鍾玉興 要包含浩鼎 那這些特殊報告 甚至有關生計方面的 包含了生計的尊榮報告 如果各位有想要拿的 想盡辦法來做一個了解 第二個部分啊 我們也認為說 其實很多領先的超強股 已經先表態囉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報告做一件事 一年一度老師請客 請你一定要把握 你說老師 很多人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每次都打電話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這邊打電話的規矩是這個樣子 你打電話進來 你當然要留一個電話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把資料跟你分享 重點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很直接跟你講 我們的接線生 一定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加入 我想 我個人 採取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 你願意就願意 不願意就不願意 我們從頭到尾也不會再回扣給你 造成你任何的困擾 我想我話先跟你講明白 今天既然是要請客 既然是要分享的話 就不是來這邊 哎呀你打電話進來 我進去給你 拼命的打電話來給你 我想這個沒有意義 你有興趣的 你就留一個電話 然後如果你純粹只想要看看資料 看看哪幾檔標股會標上來的話 那沒關係 你就把資料拿回去 然後以後盯著節目看就好了 我說過 我這個節目裡面 你任何一個留資料的 我們絕對不會去回扣給你 也不會去吵你 我想我講得很清楚很清楚 這是我個人的風格 和別人絕對絕對的不同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一年一度大行客 這是絕對有必要的 第二階段 我在跟各位講 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啊 菜市場總要有人帶頭嘛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 今天我一開始 我就要先鼓勵一下大家了 今天量說 什麼原因 等一下我會先說 美國股市說不定 其實已經漲很多了 你以為美國股市拉回 今天大家都怕這個XX條款 我也怕所以我只能寫XX 因為我有牌 我不能像很多名嘴一樣 拿起來亂講一通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XX條款 選舉到了 那個把我們的量壓住的那個條款 我告訴你就三個字 一定除了 你絕不覺得有道理啊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件事情 對做官的 對做民眾的 對做券商的 通通都是好事嘛 你說除不除 而且至少也比較公平啊 哪有說大戶買的股票比較多 要繳比較多的稅金 那麼散戶買的比較少 買一包泡麵 比買十包泡麵 繳的稅金更多 那一包泡麵十塊錢 十包泡麵每一包十一塊錢 哪有這個道理啊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請你回頭想想看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對台灣 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各位注意 今天來第一個 尊榮十元分生計股定期報告 我本來就要給大家的 但是這幾天因為 喬遷的關係啊 所以真的有一點慢了 但是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今天也順便拿出來 和我們的網友 和我們所有的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來做分享 我想這個話都已經寫在這裡了 為什麼我說今天跟各位分享呢 昨天美國有一個很重要的統計 攝影師照進來 我念前面幾張就好 美國食品局FDA 十月份半月 一口氣通過三件新藥 這比以前要來的增加非常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次新藥類股 你一下子聽到說 終於怎麼也過了一個案子 安城怎麼也過了一個案子 怎麼知情的案子快要過了 哎呦怎麼藥華的案子快要過了 這裡面都有寫啊 所以第一段就已經跟各位提到了 美國食品局放行新藥 降溫依波拉 所以後面的內容 我說實話 我念完下課了 所以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你想盡辦法 拿到盡責十月份 我們每個月份都有定期的生氣報告 拿到盡責十月份的定期報告 同時呢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外資買了3274張 這個投信買了2127張 而且是連續印的嘛 然後呢已經V型反轉了 我問各位一件事 這樣的股票你要不要 同樣各位看到沒有 外資買了20339張 投信買了891張 這樣的V型反轉的股票 外資投信大買超 你要還是不要 我想我話跟各位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甚至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或許在這些股票當中 你不能全選 像3008的大力光 嘿嘿 我就必須要講一件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 我的漢維科是比大力光 3658的漢維科 是比大力光強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一開始先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老師請客一定是有他的一個情況 那麼好料理通通放在這裡 漢維科XXX超強股諮詢 那麼10月份生計尊榮報告 裡面當然也有非常重要的股票 那如果你對於這些所謂 特殊股票有注意的朋友 那你也可以跟我們來做一個諮詢 我想今天呢 就用一個老師請客的方式 帶動全市場的人氣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這麼有信心 注意一下下來 第一件事情我們先從蘋果看起 哎呦 老師蘋果股價創新高耶 對 再來看一下安靜生計 老師安靜生計創新高耶 對 你再看一下注意喔 這叫V型反轉 這叫島型反轉 各位再看一下 美國生計指數當然跟安靜比較有狀況 V型反轉 島型反轉 各位看一下來注意 這張最關鍵 那麼假如你覺得美國生計指數 已經漲了98%了 從最低檔上來幾乎回到原點的話 那你覺得生計指數好像只有代表生計股 科技指數就比較容易代表了 科技指數反彈多少 0.68 0.68是比0.618還要來得更多 你自己去算算看 是不是反彈到這裡 剛好是0.68了 反彈到0.68什麼意思呢 往往反彈了0.68 就會回到100%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喔 那回到100% 假如後面有股票繼續跟上來 像費城已經反彈了57% 也很不錯了 基本上它從最高點掉下來 現在也反彈了57% 各位看到沒有 道琼反彈了多少 道琼反彈了53% 道琼因為有石油類股的拖累 但是也反彈超過五成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圖看起來不一樣 你去算算看 我講的對不對 黃金切割率只要能夠反應一半叫做什麼 已經叫做終極反彈 反應到所謂6成以上 0.618以上叫做什麼 叫做強勢反彈 甚至如果反彈100% 那空頭就死定了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 這幾年其實各位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美國最強的股票並不是蘋果 美國最強的股票其實是安靜生計 是美國的NBI生計指數 因為美國實施健保 是由來自於全國的力量來實施的 我們台灣實施健保那年也是一樣 所以美國島型反轉已經先出來了 這個會不會島型反轉 這個會不會 這個會不會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要好好的去注意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一下說 老師那真的有這個機會嗎 各位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我跟你講說 殺到週K出量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了 那為什麼我今天對於量說 我跟你提週量 因為週量才是最重要 那上週出大量往往這週會量說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領先大盤 的一個所謂的重要的領先股 看一下喔 你自己對一下 這裡出量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也出量 攝影師照進來一點點 不好意思這個有點小模糊 這裡有沒有先紅啊 換句話說上個禮拜的時候 已經有人先出大量先紅 這叫領先股啊 後來咧繼續再漲啊 這就是我跟你講的超強勢的產業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來我要跟你定義一個 非常重要的東西 各位啊有人說 老師這搞不好是反彈量縮 然後再跌 各位注意一下下 在下跌當中的量縮 稱之為新低量 尤其是這裡你可以看得出來 下跌當中的量縮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在低點之後 拉出一根紅K棒 甚至形成K線 所謂的三明治狀態 這根黑K棒 左右各夾一根紅K 這稱之為三明治喔 在K線三 這一根已經是灌底藏黑了 我已經跟你講了 而且這是最大利空 在兩根紅K棒之間夾一根黑K棒 同時爆出大量 形成反轉之後的量縮 這個叫做窒息量 窒息量其實不是在最低點 窒息量是反彈之後 再量縮的那個地方 才叫做窒息量 所以我非常肯定的跟各位講 不是這樣跌跌跌 我每天去找窒息量 是跌了之後 已經有了一個低點 彈上來之後 再找第二個點的時候 其實窒息量並不是最低點 現在我已經告訴你了 一到兩天之內 可能就是各位最後的佈局機會 我明天沒有時間請客 我今天大大的給你請客一下 歡迎所有朋友 我說過 你打電話進來 如果你真的願意跟上我們 你去願意跟上我們 如果其他的朋友 你就好好的把我的報告看一看 我認為這些報告 對你的幫助會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電視只有半小時 報告可以寫得非常詳細 想求知 求進步 求才的 都可以打電話來 到附近警察分局報案 出國前 記得檢查護照效期 要超過六個月喔 晶片護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 祝您旅途愉快 詳細內容請上網搜尋 只做第一手 賺錢一定有 品封頭庫黃老師 唯一科技與生技專家 專研暴漲產業 尋找標漲個股 品封頭庫黃老師 認真誠信 虛實操板法 掌握細微波 是您最佳選擇 掌握標股 必先掌握品封 選擇品封 火力 虎虎身風 品封頭庫專線 02-2957-1111 2957-1111 秉持專業 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頭庫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頭庫優質專線 02-2957-1111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擔用 美國的NBI島型反轉 美國的納斯達克大漲67%回來了 注意喔 這只有我再跟你強調這個問題喔 順便我等一下還會告訴你 國內有很多好的股票 已經先漲上來 如果這個是空頭啊 先講一檔就可以啦 台積電怎麼可能島型反轉啊 你先告訴我 如果這是一個標準大空特空啊 但是如果是一個誤會的話 那我就跟各位講一件事 說不定今天啊 我說過 最低一點後面的量縮的2到3天 明天還可能會說啦 我直接跟你說啦 所以你明天早上 你今天打電話來 明天早上拿到報告也沒關係啊 基本上量縮的1到2天的情況之下 那幾乎就是要反轉 你說老師真的還假的 我說股票市場的低一點 其實有的時候你要從意外的新聞來講 各位還記不記得上禮拜五 這根黑黑棒的時候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這時候你要去找到一個 真正懂得生技的專家 我不再重播啦 當時我怎麼告訴你呢 我說伊波拉1972年就已經有了 美國有一部電影 達斯林霍夫曼主演的 叫維基總動員 裡面有隻猴子 我乾脆一點跟你講清楚 伊波拉是猴子跟人的共同疾病 臨長類 所以基本上伊波拉病毒 只有在公共衛生很差的地方 等到那個人病得奄奄一息了 等到那個人已經快要死了 他吐的東西 他拉出來的東西才會傳染 一開始是不會傳染的 那你吐跟拉的那些東西 沒有好好處理 加上屍體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他就會擴散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時有人寫說伊波拉擴散了 怎麼一周要增一萬粒 那時候咧 在這一天的時候 就出現了錯誤的新聞 還說要擴散到美國去 我說如果美國也會被伊波拉擴散的話 美國是到處都是大便嗎 還是到處都是屍體啊 順便告訴你一件事 美國如果伊波拉也能擴散的話 美國是全世界最能夠防堵公共衛生跟細菌的啊 也是全世界現在目前的領導國家 他們會得伊波拉 不好意思講 你跟我可能都已經上天國了 那日本不會得 那台灣不會得 那大陸不會得啊 所以美國會得到伊波拉 不要忘記了 那個叫做什麼 世界末日的消想 美國如果有幾千人得伊波拉病毒死掉 我告訴你那叫世界末日 全世界沒有個地方可以跑 問題是 股票市場裡面 往往錯誤的世界末日的消息 隔天就是要大漲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說老師真的還是假的 你不要看我們台灣 你看美國好不好 你看一下美國好不好 錯誤的消息馬上漲上去啊 錯誤的消息馬上漲上去啊 尤其是生技股漲得最兇啊 美國就已經沒有伊波拉了 你還在伊波拉啊 所以我告訴各位啊 這次啊 很多人因為那個洞 那個伊波拉的洞穴嚇一跳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當時我怎麼告訴你了 我說當時我也跟你講 我電視那個時候沒有再送你資料啦 我也直接跟你說 當然我要維護我家族成員的權利啊 但是我已經講到這樣子了 明年一月份 英特爾要推Skylag平台 你看夠不夠專業 安某也就是ARM 跟所謂台積電 要進軍物聯網 你看夠不夠專業 那台積電進軍16奈米製程 台積電進軍16奈米製程的話 來我就直接送啦 我是不是在電視上直接告訴你說 那你要注意到喔 那28奈米製程是不是丟給他 擁有38%的世界先進 這是不是就叫做一個超強產業 是不是就叫做專業 台積電自己也是大漲喔 那其他的丟給他嘛 第二個 台積電的最重要的設備廠商 台積電跟安某合作 是不是一樣創意就出來了 同樣台積電最大的設備廠商 是不是3658的漢維科 而我在這個節目 股市現場等等這些超大型的節目 我都跟你講 你沒發覺他的低點比前面更低 你沒發覺說 3008的大立光 低點比前面更慘啊 也就是漢維科低點 一路上向上 所以拉回做買進吧 大立光呢 反彈做賣出吧 同意吧 所以大立光我只能告訴各位一件事 我覺得2000是合理啊 但是站不站得穩到時要看了才知道 但是各位漢維科 我覺得他會不斷不斷的 往所謂大立光這地方來靠近 不曉得有沒有機會挑戰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漢維科我給你的方向 的確是正確的吧 差價260塊 各位今天還是照常紅耶 照紅耶 照紅耶 你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大盤這樣摔下來他照紅耶 各位你想想看這段時間做漢維科的 一張10萬一張20萬都已經到手 一張36萬到手了 來回再賺個價差 親愛的猴子朋友啊 這就是你要跟我做的股票啊 這就是你等到後面 巴克來跟你講說 第四季營收倍增啊 所以這地方好啊怎樣怎樣怎樣 這時候你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必須要找到一個真正的分析人員 告訴你說喔 我有錢做漢維科 我沒錢做世界先進 都還可以沾一點光啊 當然了我希望你有錢 把錢集中到漢維科來 那請問一下漢維科怕伊婆拉嗎 那漢維科為什麼不怕 答案就出來了吧 第一個他超強產業 第二個伊婆拉是假的嘛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那麼請各位一定要好好掌握 你看一下 我最後一次跟你講大力光 我說大力光搶價差就這樣就好 記得搶價差就好 看到沒有 就算搶完價差之後 你沒跟上你也不要跟了 因為他挑戰季線之後呢 就收工 各位看到沒有 3008的大力光 一張40萬元 給你一條季線 不要說我沒讓你看 看清楚好不好 挑戰季線收工 接下來下一個反彈點 看了再說 等有指標看了再說 所以這波行情裡面 我一直跟各位提到說 請你注意 浩鼎啊 股後啊 挑戰精華的股王 這是生技股啊 到目前為止還是一模一樣 浩鼎是高檔整理啊 唉唷 精華呢 低檔整理啊 浩鼎幾乎要跟精華去拚 當然也打掉了所謂8406的金殼 你說老師浩鼎啊 人家說這是新藥股 有賺錢人 金殼有賺錢 來我找浩鼎他們收你給你比 浩籃嘛 好不好 人家兩年賺36塊錢 我問你一件事 金殼一年賺16塊 兩年36塊一年是不是18塊 金殼一年16塊錢 是不是比18塊錢少 那為什麼他395 我找浩鼎營收地就好了 不用太大的 不用太大條好不好 那為什麼他246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所以我告訴你一件事喔 說不定新藥類股就是這樣一路上來了 所以10月份來講你看到FDA 美國FDA已經有這麼多疾管局放行新藥 美國最重要是他疾管局要能夠放行 食品管理局跟我們的食藥署很像 然後伊波拉他也降溫了 他說你看這裡上面寫得很清楚 沒有大規模傳染的情況 所以各位如果對於這些個股有 一定要了解的朋友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我們了解 我知道說很多對於投資新藥股的朋友 這些沒有漲跌幅我在電視上要講 遵守法律 沒有漲跌幅的股票 你更要去了解它的基本面 因為你只有從基本面著手 才知道有沒有新的切入點 有漲跌幅的那還好 那這一支現在已經也快要準備上新 上跪不是新跪 所以各位他都還有機會 所以通常來講的話你看過 我給的東西 絕對不會讓各位完全看不懂 甚至我直接告訴你 我去聽過何大一博士的演講 他會告訴你什麼叫做 那個那個英文的好累喔 什麼叫做皮下注射 我連英文的皮下注射我都要聽好累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放心 該努力的東西敬著老師 一定比別的老師更努力 這是你看我節目最大最大的因素 來虎虎生風三黨就好 一黨叫做超強產業 超強產業的報告我留給我家族成員 不好意思啦好不好 所以這份給你 你說老師這樣很不公平 這份給你啦 這份我們家先放的好不好 我們先放在佈光島的旁邊 那本利比我也都幫忙算好 所以家族成員不要說老師 你請客會不會連我都請掉了 沒有啦沒有那麼誇張啦 各位注意一下下來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老師請客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幾個重點讓各位看一下下 來注意 是不是周K出量了 周K出量 那至少都是一個大反彈了 周K出量之前 領先的一個產業已經先出來了 領先的一個產業已經先出來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其實上個禮拜五 我就知道已經在放假消息 因為假如有領先產業先衝出來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真的有量之後呢 就開始反轉了 就開始反轉了 所以我跟各位說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來第一檔股票在這裡喔 超強產業的一檔 你看是不是大量 大量之後是不是反轉 你看清楚 我剛才給你的觀念 來大量反轉對不對 大量反轉 一樣的道理啊 看到沒有 而且拉出的紅貼棒 比剛才那個產業的更大 有沒有發現 第二個各位看到沒有 那不是反轉喔 我那已經V型反轉很多了 那攝影師再照進來一點 1 2 3 4 5 6 7 8 9 外資是連久買 投信耶 連兩買 投信是連兩買 所以我只算了這兩週 他已經買了3200多張 那外資投信大買超 我說過啊 如果這檔股票 你說老師 股票人家都亂送一通 有丟有丟 沒有丟有丟 如果這檔股票 我只現在先講好不好 外資投信沒有買超的話 我從今天開始就下台一舉功 如果這檔股票 外資投信沒有大買超的話 我從今天開始下台一舉功 明天不要看我電視 你家的電視我買 負責給你砸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 第一個 對我們政府要有信心 一定會回到理性的方面 第二個部分 今天呢 老師啊 一年只有這一次喔 你不要說老師 明天我再打來 明天沒有 我們節目完了之後 半個小時之內 你把你的電話留下來 我說過 給你資料 我不一定會打電話跟你講 你要不要加入 我們家沒這個規矩 我既然是要做形象 既然是要做招牌的 既然是要讓你走向人生的高峰的話 歡迎你 想盡辦法 跟我們來做聯繫 今天非常非常的重要 掌握轉折 就能夠掌握先機 掌握先機 就能夠走入屏風 走向人生的高峰 我們等你 先把 tit 先把你偷對 星人一起發生起住宅的火災 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快把瓦斯爐關掉 怎麼還有收音啊 快孫 回收處的時尊 它一偵測到有高溫或濃煙 會隨意 發出警報聲響 果然无时间通知出来 人赶紧逃孙跟打119报警 没错 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 文装助理器安全无波逼 请购买富有合格标示之产品 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 只做第一手 赚钱一定有 品封头顾黄老师 唯一科技与生技专家 专研暴涨产业 寻找标涨个股 品封头顾黄老师 认真诚信 虚实操板法 掌握细微波 是您最佳选择 掌握标普 必先掌握品封 选择品封 火力 普普升风 品封头顾专线 02-2957-1111 2957-1111 秉持专业连连得奖 加入品封头顾 让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头顾优质专线 02-2957-1111 成就股市财富 分享过滤喜悦 慎选精英招牌团队 登上支付高峰 品封头顾伟优财富 请速拨打 转变专线 02-2957-1111 2957-1111 头痛 请用